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 任命李强同志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正式党选后 李强起身鞠躬致意 脸上笑意藏不住 而李克强虽然已经要黯然下台 但李强仍然走过来 礼貌性与李克强握手致意 而特别受到各界关注的是 李强虽然也是获得橡皮图章 人大代表的压倒性通过 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0号是以2952票全票赞同 没有任何人反对和投下弃权票 当选中国国家主席 李强则是在2947人出席投票下 获得赞成票2936票 反对3票弃权8票 有人大代表投下了反对和弃权票 前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是习近平的亲信 随着习家军一一到位 习近平展开党政军 三位一体大权在握的第三任期